面对来势汹汹的欧债危机 我们都知道根本还没有到谷底 甚至呢会有多坏的状况 大家都不晓得 有相当多的专业文章 我刚刚特别提到 在很多重要的期刊都已经提出来 其实欧债危机很可能陷入 甚至重演1931年欧洲的大萧条的状况 而欧洲是中国大陆最重要的出口地 它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欧洲的这场风暴 对全球的影响非常的高 我们先来看这个礼拜的上证指数 上指数呢 这个礼拜仍然维持了涨幅 于是周五涨了1.02% 是2132.80年 主要的是整体的投资人的预期 大陆为旧市 大陆的旧市呢 主要表现在这个礼拜 由中国国家主席召开了一场会议 胡锦涛亲自主持一场 中共中央政治局年终经济会议 过去呢这一类型的经济会议呢 多半是由温家宝所主持的 而这一次呢 却是由胡锦涛亲自主持 而且亲自的定调 他的参与之身 也可见中国经济问题的严重性 在七月份刚刚所看到的 整体的七月份的 PMI指数里头显示出来 整个六月的数字呢 还有50.2 但是七月份呢 还下滑到了50.1 显示出中国的经济根本还没有触底 也不太可能立即的反弹 换句话说 在欧债危机之下 中国大陆必须自救 七月的最后一天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一场年终经济会议 由胡锦涛主持 面对增速下滑 外界不断唱衰之声 都让这场会议笼罩阴霾 复杂的经济情绪 更让这场年终定调 比起往年晚了一个礼拜 而稳住增长 仍是总基调 除了宣示房地产政策不松绑 下半年宏观调控走向更宽松 这场会议 虽然没有祭出像09年的4万亿 但从中央各部门 各地方政府 已经展开实质的救市行动 也因为这场会议 隔天8月1号的路股奇洋 但不过一日光景 上证再次贴近2100点的信心关口 在破底的危机中 大陆证监会本周罕见地举行记者会 宣布调降证券期货的交易费 并沿理调降印花税 证监会官员并要求 蓝筹买回自家股票 给投资人信心 给市场现金 明白告诉投资人 以打响就是的讯号 说起固定资产投资 大家首先都会想到国家投资 然而今天上半年 随着国家促进民间投资的细则 相继出台 民间投资快速增长 成为了各地经济当中的一个亮点 在广东佛山 当地管投资的八改局官员 正合一批民企业家 看财快准备盖车站的用地 不久前 广东推出总额 2350多亿人民币的投资案 佛山就有轻轨和成绩铁路等五个项目 且全面开放给民间投资 一个是政府比较支持 政策方面的支持 在一个这些项目都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 有稳定的一个回报这样一些特点 我们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外贸停滞 消费增长低迷情况下 这一轮稳增长只能靠投资 本周文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就特别嘱咐各部门 要在铁路 市政 能源 电信金融等七大领域 推出一批引导民间投资参与的重点项目 发挥示范带动效应 下半年还要清理审批法规 扫除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障碍 使民营资本更多的参与到 社会公共领域和其他领域的投资和发展 形成民营经济 还有国有经济 外资经济 公平竞争的这么一个环境 事实上 大陆上半年的民间投资 已占到全国的62.1% 官方一方面进行打破国际垄断的改革 更企图以政策引导民间资本 成为稳住经济的动力 减少三年前4万亿的投资 带来的财政负担 但相较于大陆中央 兼具改革的把控投资这家马车 地方政府稳增长 不但大刀阔斧下猛药 且越下越猛 除了广东2000多亿人民币的投资案 浙江宁波推出26条 包括清费减税扩大投资的方案 江苏南京市则颁布一系列 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措施 还端出优惠房贷就房市 政策上和中央对着干 而湖南长沙祭出5年 共195项的重大工程 一年投资1600亿人民币 5年超过8000亿元的计划 最大首逼的是贵州省 准备在8月公布 总额3兆人民币的投资项目 大陆媒体以警喷的字眼 描述地方政府的投资案 但学界批评 为找到经济增长点 又陷入盲目的投资冲动中 且政府的财政根本无法负担 就算发债 像银行融资 只会让地方债务雪上加霜 然而大陆中央对此却未做表态 倒是人行本周说话了 宣示会以全方位的手段 调节市场流动性 要把稳增长摆在最重要的位置 显然已经准备充分的银弹 支持地方稳增长的投资 摆在眼前的是萎靡不振的景气 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 庞大的投资计划 即使有顾虑 却是唯一也不得不的选择 大陆中央到地方 从财政资源破壁供给到融资平台 以全面发动活力 我们接着来看莫比尔斯 刚才我们看到的都是对整体欧债危机 或者是对美国经济的评估 那他对新型市场的影响是什么 莫比尔斯一开始呢 提到的是他对中国大陆的看法 他基本上对中国大陆的看法 觉得不太可能硬着陆 因为他认为中国大陆 还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政府 那么在一个很强的政府 他自己带动增长情况里头 他顶多承受的就是通货膨胀 如果他最后可以把通货膨胀 做适度的管理 还认为中国大陆的经济 还是可能拉起来的 但是当然不可能拉到过去 来得那么大 但是接着他谈到了 可能一些边境市场 是大家比较愿意投资的 什么是边境市场呢 像缅甸这样一个市场 他说只要缅甸愿意开放的话 很可能很多工厂 就直接从这边搬走了 像Adidas就关掉 还在苏州的工厂 在今年10月份 他们可能考虑的地点就是缅甸 所以他说这一波欧债危机 对中国的制造业的冲击 第一个制造业减缓 第二对中国市场 可能是一个洗牌的效果 未来很多工厂会搬离中国 直接到一些边境市场去 他特别提到 未来的新兴国家 几乎都得进行它的转型 因为会有一些新兴起的 叫做边境市场这些国家 来和这些新兴国家竞争 新兴国家的转型 可以再说这一次欧债危机的头 可以说困难重重 最后30年 我们看到了 double-digit growth 但现在我们看到了7.5% 6% 和人们说过 很困难 我说是那种 质疾病 或是 我认为有多人有多人问过 很多人问我 是否会有更多的达人 我说他们没有达人 他们继续墓 他们墓长在很快的速度 你必须要重新的底下 大量的经济是大量的 这个专业的利益 是从那些人说 看来 坚持在1%或少 with the U.S. and European markets not looking so good I need more what they call alpha stock market growth and they see that in frontier markets so a lot of the intelligent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re saying okay I've got 80% of my portfolio in the U.S. and Europe not growing but stable now in order to get my growth I'm going to put this into frontier and emerging particularly frontier which gives an extra boost to the portfolio you were one of the first to go into Russia in the 80s there were a lot of skeptic you're talking about investing in Myanmar now there are a lot of skeptics they're just beginning they are now going through this transformation that we've seen in so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from a state-centered state-controlled economy to a market economy and that's what really drives growth so as they privatize companies you're going to see lots of opportunities because many of these companies are starting from a lost position and they're moving into a profitable position and that's what really does